好 来一单娱乐新闻 就是黄日华 久未露面 但一露面就很严重 踢球是踢到对方伤了 其中不君子行为和严重侵犯对方球员 的行为足以比美甚至超过了当日另一位明星在球场上的不君子行为 结果闹出很大件事因为对方是一队内地球队 话说还要在香港的大球场上年邀请赛 对战贵州容江川超联队 星期六11月11日上年 其中谭泳伦是当领军 结果球赛期间先有出名打惯茅波的陈八祥 陈八祥两次侵犯对方的球员 但陈八祥就解释他自己没有打惯茅波的 而来到这边 话说对方是一个二十多岁年青力壮 就是挺粗糊的踢法 以及都是一些体能碰撞型的球员 多次黄日华感受到被对方侵犯 也就是说是他飞铲过来踢中自己的线 结果就上了头 越踢越火就一下踢到对方那里 驶出了一个后脚踢到对方的红衣球员 其后亦都商场是推对面的 那些人说是施展他绝学航龙十八奖 其后骂大了 甚至有球平家 香港驻内地一个丁伟杰 知名球平家都帮他说话 但仍然网民接受还被捞一份 挺失励的 踢球踢球 不是踢多人踢到球 这次有电影 但是你踢球还是踢人 这次是蓄意不踢球踢人 当他有他的解释 也都丁伟杰为他辩护 当一个年轻人这么粗东西 不断用体能纏绕着你 你必须要给对方一些颜色看 否则他以为你很欺负就是继续吃着你 当然这个角度 某个程度层面好像勉强说得通 但整体来说当然是不受货 后来那些人说 这帮男人真是怕你了 你们又主场放水让他们赢 结果是三比一胜出的 明星足球队 但也被称为胜之不武 最后这个举动 黄奎华是获得一面王牌 最后也要惊动队长 谭明伦是出面调停的 才缓和气氛 当时是闹得很大 还要在香港市民的面前做出一些阳相的行为 非常之不均自下 粗野程度足以比美 上年马一场球场的明星 俗称修山脚 修人家山脚就是靠那一刻 轻恨大家都没有严重受伤 而当日的阵容就是 陈八强王一华 妙翘伟 邓少尊 洪天明 徐荣 戴智伟 李梓鸿 何家敬 何鸳申 四房公子 何尤康 也落场踢 77岁罗家英也有份 是不是罗家英好像做龙门 还是什么 好像一个罗家英是做龙门 大家补充 最后3-1 赢了 赢了一场球赢了 赢了一场球赢了 王日华 其后被网民大肆攻击 亦被逼得要无条件 拍片 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拍片悔过 而陈八强亦被指大打毛球 过往也是有传 曾志伟那些 专门踢毛球 当然是传 但我又觉得会是 始终不同性格 落场踢球是有不同的品行 但总之始终有时 那些鬆无鬆逆 那些无手无脚 那些是紧的 看看你怎么看 或者一些体能碰撞 很粗的东西 但他又合乎球例 如果真的有专业球证 其实你真的不怕 球证会是公平处理 你每一个碰撞 如果真的犯规是会吹罚 而是 其实 队长也可以向球证反映 对方很粗野 这些踢法 就不是单单你是以暴亦暴的 你觉得粗野 那你又还以更加粗野 甚至是 违反球例的一些罪行 去到踢回别人 就当然是不好 也都教育小孩 你身为明星 直接起脚踢人的屁股 这些如果拿正来做红牌 只不过这些邀请赛 所以就不这样做 其实可以判红牌 你蓄意踢人 不算你踢 会不会踢伤他 当年碧咸 就是踢起后脚 碰到人 碰到好像斯蒙尼 当年是几十万年前 阿根廷 然后立刻上了电 立刻变咪咪不断点 立刻赶出场 碧咸当年 还是黄毛小指 跌起脚踢到人 立刻超级痛苦 不断点长点矫 你不是一定要踢伤人 你的意识是蓄意踢人 可以判红牌 那庆幸这表演赛 可以技术上红牌驱逐离场 结果一面黄牌警告 最后都解决了 大家就没有再冲突 不过那些人就说 那帮小孩子怕了你 你想赢你赢 别烦了 3比1完场 王日华就说 对方一开球 就铲了身 铲中他的右脚大腿 踢了他 结果无名火起 三千丈 他其实也忏悔了 他也忏悔了 承认自己的错 然后网民大骂这个人 就是说 有没有搞错 踢帮人踢人 背后踢了一脚 好不好老皮 对吧 球场见人品 真是见到这帮明星 真实一面 相信也踢得挺茅 我相信 奇怪了 将别人踢倒了 还拖开人的手 即是别人过来讲和 还拖开人的手 什么事 搞到好像他是被侵犯 那个 但实际是他踢人 一脚踢到人的屁股里面 这些是劣质艺人 然后笑死 插花握不到人 就顺势整个人 整个人踢到对方的身体 即是那个 好看点 就不会说 哎呀 插花自己插不到 失平衡 就顺势连人带车 就射到对方的身体 很搞笑 为什么不出汉龙十八奖 然后说他又出 推了人两下 后来是 推了人两下 进去之后 好不好老皮 为什么老马这么有火 最后黄日说 获得一面王牌 后来人家怕了他 就让他赢了 如果不是 这帮年轻人 没可能会输 只是踢体能 踢人这帮老人 就是这样 也有网民说 踢玻璃身体接触很正常 但似乎搞错 重点是他起脚踢屁股 然后丁伟杰也帮他解话 就是说 对方连轻力壮 如果老人家 一般遇到年轻人 一般都要给他一些威势 你威还威 你不是踢人 踢人的 踢人的屁股 你知不知道什么 丁伟杰 被人骂一份 说他九五八 那些 结果是解决不了 骂了上微博 那些片子也封存 因为始终艺人 犯事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也是解零还衰 解零人 就是华仔自己要出来道歉 就是诚恳地正众地拍片 就是说 本来这个活动是很完美的 可惜被我一个不理智的行为 破坏了 带来了一些遗憾 这一天看了很多视频 也看了所有网民对自己的批评 我全部一一接受 我全部一一接受 某个知名熊星 真的学一下别人 衰了就认 打就站定 错就认 认也要诚恳 不是认完还要觉得自己对 什么叫无条件道歉 就是这些 全部网民的批评看完 全部一一接受 经过自我反省之后 觉得在情绪方面真的做得不好 需要更多改善 而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做错了 所以在这里要和所有川昭球队的球员 贵州的朋友 全国的球迷 所有网民 和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很夸张 和球队 和贵州市的人民 全国球迷所有网民 你看看别人道歉是这样道的 道完还要在这里说教 某位知名熊星 也不诚恳 更多就像是一个套路 就说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我非常喜欢踢球 在这里我保证也不容许自己再有这些情况发生 希望日后的球场上高可以看到全身的黄日华 人家都好像六十岁了 都愿意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 又是一条好巷 道歉就要诚恳 一是就没有道 道就是要无条件 诚恳地忏悔 这个经一事长一致 但最想不到就是有什么会令到一个老人家 那么好火 真的老日马又火 非同小河 最后就经过这一次 大家的共同努力 可以把我们国家香港的足球运动 继续发阳光大 祝大家身体健康 多谢 大家看看 找一下影片 能否找到 其实是很短的 两次踢一踢 踢一踢 如果整个球赛 可能要找一找 就是香港大球场 一宗娱乐新闻 先到这里 如果听到这里 请大家帮我手 按订阅支持一下 多谢大家收看